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阮木华 这个常常看我们的直播的朋友 都会看到说 你这个桌上永远都放一个笔记本 你到底在记什么 你这个笔记本里没有什么秘密 今天我们就特别公开 也没啥秘密 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笔记本呢 我会记台股美股 还有一些总经的数据 跟我觉得一些重要的事情 都会把它记录在这个笔记本上 那为什么要把它记录在笔记本上面呢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它可以回翻 当你回翻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很快的知道说 前一天的市场情况 或是说前几天 甚至前几周市场情况是什么 很快速的可以去 fresh your memory 就把你的这个记忆把它唤醒 而且呢不会错 为什么因为白纸黑字写下的东西 绝对没假的 那这个是一个好处 因为我们常讲说 现在很多人流行是记在电脑上面 但电脑上面有时候你要去找 很麻烦 再加上呢 其实我这个笔电呢 我都要看现在目前最新的 一些数据的跳动 比如说台紫棋的夜盘啊 或者美国的电子棋啊 这些呢 都没有办法再去把笔电呢 做其他的功能啊 就会说不方便做其他的功能 所以我都比较习惯 记一个笔记 那这个笔记呢 我都会把它累积起来 我不会把它丢掉 所以呢都可以不断的 这个 再把自己的记忆给唤醒 那另外呢 这个笔记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当你记习惯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连贯性 对很多事情啊 财经的累积啊 各方面啊 都有帮助啊 尤其你写过一遍之后 那个数字啊 你又记得更清楚 某种情况也是在加深 你自己对这个数字连贯性的印象 所以当我出去演讲 然后或者到哪里去讲一些数字 说奇怪了 你为什么数字记得那么清楚 事实上它就是 这个记笔记的习惯帮助我 同时 它也会让我有一些连贯的逻辑啦 那这个是为什么我要去记笔记 那廉价这个12天啊 事实上是八个交易日停止交易 那美股的部分我会是继续记 就是说一些重大的 美国的一些数据啊 或者包括美股的涨跌幅度啊 它的整天的一个表现情况呢 还有另外就是美债 原物料的价格啊 这些我都会去记录它 美元指数的一个变化 我都会去记录它 以便呢这个1月30号新春开红盘的时候 我有一些东西可以跟各位讲嘛 不然1月30号要一上证 也不知道要跟各位来报告什么是不是 所以先前做一些准备到1月30号 要主持节目的时候就不会这么累了 那至于说在这12天里面 事实上美国有很多的大公司要公布财报 比如说这个礼拜就是奈飞要公布财报 是所有建牙鼓离第一档 第一个打头证的 那另外呢 微软也会是在我们新春假期要公布财报 那还有特斯拉也是 那还有就是说呢 在2月2号的话 苹果高通也要公布财报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看点哦 因为它会关系到所谓手机的部分高通 像苹果呢会关系到整个苹概股 还有就是说在 这个微软的部分呢 会关系到整个伺服器PC的一个观察点上 那台股呢 在这一些族群上面都有非常多的重量级的股票 另外在过完年之后呢 还有13F报告 那巴菲特到底会不会再继续加码台积也很关键 那当然知道过完年到2月中的时候的事情了 那以及呢这个新春开红盘之后 马上迎来的就是这个 美国联准会的利益决策会议 那在这个之前呢 在新春期间呢 美国重要的总金数字就包括PC 那这个核心的PC呢 就会联准会在2月1号利益决议之前 最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了 那这些呢都会是在新春期间 我们可能要稍微去注意的 那我到时候也会跟各位在1月30号 这个开红盘的时候来跟各位报告 届时我们就开红盘键了 这段时间我还是会帮各位来做一些功课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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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